房地产行业接近20年多的时间 一个固定的销售旺季 每年的三四月份和每年秋天的十月十一月份 那么这两个黄金期是房地产最火爆的两个时期 今年的金三月和银四月却悄悄的已经过去了 房地产没有一点点动静 视频当中我们看到北方黄河以北最大的一个省会城市 其中的一个房地产的园区 现在可以算得上是进入了无人区一样 整个园区空洞洞的 除了房子和树就看不到其他什么东西 可以说现在北方的房地产彻底进入了冰冻期 没有一点点能够缓冲的余地 那么对比南方在过去的三月份 可以算得上是也有一点点好消息在出头吧 一个是杭州的房价逐渐在回暖 大批量的订单在上幅 另外一个上海在二月份三月份集中抛售了将近500栋的新楼盘 给上海的楼市点了一时希望 另外一个就是在前两天 香港最大的首富李嘉诚新建了几个楼盘 据说抢购的人数疯狂上涨 最高的平均是60个人抢一套房子 可以说在去年今年两年的时间 香港的楼市异常的火爆 甚至有望要接近90年代左右 那么很多一些南方的评论家 尤其是这个房产经济学家吧 他们认为未来南方沿海城市的房价 就是现在香港的房价的走势 那么说的有没有道理 有一定的道理 之前的视频我说过 咱们国内的房地产 它不会消失 就是这个行业它不会消失 它不会消失 但是它还要经营需要有利润 那么现在的房地产在国内已经出现了 怎么这种供求关系的失衡吧 比如说平时生活中我们需要100套房子 结果现在是建了1000套房子 只能消化掉100套 那900套要大量的库存 就像视频当中我们看到的最大的省会省市 人口超过1200万 对吧 那么新楼盘年年都在建 年年都不断的在上市 但是大家需要的房子只有那么多 再加上人口流失 再加上现在年轻人 没有买房的意愿 他没有买房的意愿 就是他未来几年 短折三五年 长折七八年 将会继承大量的房产 那么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房子它不是快速消费品 一个房子 现在的房子 短折50年的房龄 长折70年 人老了 人没了 房子还在 加上现在 整个经济的不景气 很多人收入收阻 生活质量 没法提高 所以大家不再把所有的精力 潜力 物力 人力 全放在房子身上 现在的思维发生了转变 尤其是中 下等家庭的收入的 他们不会把房子作为主要的 而是把两个什么 第一 子女的教育 第二个是老人的医疗 成为了重中之重 有余力 有余钱的情况下 才考虑房子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城市人口 都有居住的 这样的一个场所 即使没有自己的房子 他也会通过长期的 廉价的租房子的房子来养老 或者是生活 那么对于现在的房价来讲 作为房地产商 作为投资者 他们觉得现在的房价已经跌得很惨了 房价已经很便宜了 但是作为另外一方买房子的 或者是房东来讲 现在的房价还是天价 那么他们主要是和什么比较呢 收入 就像这一栋栋的高层 其实他的成本有多少钱呢 国内的某大首付曾经说过 我们房款的30% 大概也就是房子的成本价 剩下的都是利润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看现在的房价 除了交完之前的首付之外 剩下所有的贷款 其实大家想明白 无非就是被房企 房产商 银行和大部分的投资商所得 所以说当房东有一天明白过来的时候 大家谁还愿意去买房子 现在买房子确实是有危险的 为什么 房价太不确定了